首先的话呢,如果要把那个据讯法表,原来是for改成while的话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分,因为两个for嘛,所以我们可以分两次来改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改j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改的部分呢,当然,step1 通常是你在这个回圈的上面一行,给它一个初始值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1,因为它的这个变数名称叫j 所以这个j等于1,有没有,从1开始 那第二个的话呢,那你要把这一行删掉也没关系 不过一般习惯我是把它注解,Ctrl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它原来的for改成while 空一格,后面的话呢,本来是一个,这个什么呢 stop到哪里吧,所以你把它改成j j的值呢,当什么情况下它会进到回圈 就是当它是小于10的时候 冒号 也就是说呢,当它等于1的时候,它会进到回圈 ok 当它等于1要变2的话呢,记得哦 请你在这个while回圈的,在这个里面这一阶里面 等于是print的这个下面一行,记得哦 把它累加,因为如果你没有累加的话呢 其实等于是说,在for回圈里面是step 它预设是1嘛,那在while回圈里面没有 那怎么办呢,你变成要把它 j等于j加1,这样就ok 让它累加一下,加完之后放回去 那它就会跳2啦,ok 当它等于2的时候,有没有小于10呢 有 所以呢,这个条件为true嘛 就进到这边,再帮你跑 再来加1嘛,变3 4,5,6,7,到9的 9之后就变成10了 当j等于10的时候,你会发现哦 当j等于10的时候呢 基本上,10有没有小于10 当然没有嘛,就等于false 所以等于false的话,意思说 它就会跳离这个回圈了 意思就是说呢,它就不会再继续跑了 ok,那就离开,离开就跳下一个 nest,就是下一个i了 ok哦,所以特别注意哦 基本上改了三个地方 1,给它一个出值 这个出值 2的话呢,把这个结束的位置 改成一个逻辑判断 why哦,有没有 所以 小于这个值 等于是小于的这个条件为true 它在做底下的事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 累加部分 所以其实1,2,3,这三个 把它更改过之后 那就完成我们把false改成 why的这个动作了 ok哦,所以你会发现哦 那我要这个程式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纠纯滑表基本上跑出来 结果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说呢 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以后如果你要执行回圈的话 不是说只能用for回圈 用file回圈也ok 那只是说哪一个比较简单 当然你再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哦 file回圈变成比较麻烦 它的初值跟它的步进 变成两个 要多另外额外产生另外一行 这个它相对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以纠纯滑表来看 好像写for回圈还是比较简单 那另外当然这个做完之后 一样 如果你要把i fori这个部分 改成file的话 那有固定的公式 1,把什么呢 把回圈的上一行enter一下 然后呢 给它这个变数一个初值 初值就是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理论上就是这个range里面的第一个数字 这个1 2的话呢 我把这一行注解掉 把原来的file回圈 原来的for回圈改成file file什么呢 file 一个条件 所以当i小于10的时候 去做底下的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就步进 步进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file 这一阶里面的最下面一行 有没有 这个最下面一行就是print的下一行 多增加一个步进 就是i等于i加1 ok 那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以后 有些地方 你希望把它改成 后来回圈 做输出 注意这三个地方 其实ok 这个做完之后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只是说写的方法不太一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j等于j加1 跟i等于i加1 其实你们如果将来去看 网路上的写法也好 或者是说别的书里面写 他有可能会写成另外一个写法 叫j等于j加1 他写成j加等于1 ok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写法 其实也可以 ok 这种写法呢 比较常见 像在java 就很常用这种写法来写 那j等于j加1 跟j加等于比起来的话 当然 j加等于会相对的 比较简短一些些 ok 那只是说啦 如果两个方法 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反正你就记一个你觉得比较熟悉的 那特别注意 这种写法比较适合在 像其他人像java 可是vpa里面 这种写法就不ok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vpa里面执行的话 你可能要写成这样 j等于j加1 ok 看哪个你比较习惯 你就写你比较习惯的写法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再把那个90分法表 改成用 fire回圈再输出 试试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呢 我们也还有其他的 这个练习题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后面的话有一题练习题 这个是叫做 直数判断 那这一题其实 考试也还蛮喜欢考虑是 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 其实蛮单纯的 就是第一个啦 input的话 就是input的一个整数 ok 就是没有小数点的 一个整数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输入完之后 我们做判断 那什么叫直数呢 各位其实可以google一下 不白话意思啦 就是除了e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中间 e到自己 那个整数 的其他数字整除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直数了 ok 比如说1 假设我今天 1到 假设我今天 1到52好了 ok 比如52 那你当然就要想出一个规则 也就是这个52输入之后 所以我们需要会有一个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输入完之后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公式 那它怎么样 检查一下 能不能整除 整除的话我们前面 其实也有写过类似的 就是百分比 有没有 百分比的话呢 %符号就是除以多少之后的数 如果等于0 那表示整除 ok 那我要怎么写 会比较简单 这个也许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那如果当然被整除了 那就不是整 不是直数 反之就是直数 ok 那至于写法 这个部分的话 也很多种写法 不是只有单一个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练习题 那个直数部分 各位可以想想看